感謝蘇麒麟 這樣替我操堅 大家好 台下好 大家好 如果要好 說到這裡而已 說四種而已 那樣子是阿美圖 柯拉斯在說 拜託我們國長度的藝術後邊的香港 開始有什麼暗熱 不是有什麼是很大的暗熱 但是這要怪先人 怪我 我自己拜 我為什麼拜託 國長來講 因為我們頭一天做 有入天性的藝術館 在台灣入天性的藝術館 做前提之下 我們鼓勵藝術館 今天我的主題 台灣主題就是中國一部分 如果有時間 我會講到現實 如果沒有時間就講到什麼 這個地方當然很符合 今天的現實 北京政官 最近習近平都在講 他說台灣自古 就是我中國 還叫個神聖領古的一部分 其實好像演藝術館 就叫不神聖跟神聖的區別 他說真的嗎 各位 你們聽過北京這樣說 說我們河北治福 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你們聽不 你們聽說我們福建 我們山東治福 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當然你們聽過 為什麼 因為河北 山東 本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他不需要講 那為什麼他要特別講台灣 因為台灣 就不是你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他就要特別講台灣 所以 好啦 我們再來講現實 如果 台灣 如果是足夠 就是中國領土一部分 這樣 是不是 台灣就需要第一個 這個健康 就是中國 那 如果就是你 通平台灣的健康 應該是從中國開始 但是 這就不是 第一個健康 是何人 是何人 開始 不是台灣 不是中國統治 那何人 來之前 台灣是想什麼 台灣是南樂民造的時代 是很多 是很多 人家民造 後來 他叫做 高山祖和平霍祖 兩個系統 其實裡面 是太多 十國 互相 不相隸屬 不相隸屬 我也猜一句話 我等一下 就是雙語 交流 這會說 所以人家民造 本來就是 不相隸屬 但是 也沒有相互健康 好 這就是人家民造 一直到十七世紀 他開始 成 十少年 第一件在台灣 是何人 那些北京 我們大家知道 於16 02 到16 2223 何人人 佔經200 進入今天的捆虎 那時候的捆虎是屬於 在元帝國的時候 在所謂元朝的時候 都已經設有巡捷師 所以 因爲 澎湖是我的靈魂 所以 1602 就有行為交渉過 1623 1622 何人人為 八大圍行 又派補進來 進去 爬虎 結果 民調少前 這八個月 這到那裡 雙方議和 這個議和的重點 台灣我先看 議和的重點有三條 這個深入地區 他爬虎 為什麼說 庚兵人是我 你不可以這麼僅硬 你來抵出陰虎 第二個 你如果再抵出陰虎 你讓人 他去化外之道 一行之隔 那個地方 你也在那裏 做 bid 簡單的城堡 那個台灣 那個地方 就是今天這個黄兵 如果站後 我民 那個國無意見 第三 你如果拿去台灣 我同意我面對國和你做生命 我學問的時候 我全球的時候 能夠去台灣和你做生命 這三項教育的 講好之後和我們人 終於在一月二十年 開著他們的商船兼戰船 進入今天的台南的安庭 在那裡建立了一個熱欄作戰 開始通過台灣 請問 如果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明帝國才有什麼給他去 他不可以讓他去 但是你去台灣不要緊 所以在那個時代 明帝國 如果在劉書校來說 1624年是進市 進市 不是主國 在進市的面對國就已經進入台灣的領土 是怎麼政府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好 我們說到這裡 我們因為中國的文憲 拿幾個文憲做政體 來參考 第一 我們來看一個叫汪大淵 他下一個名字 島儀智慧 這很早喔 汪大淵就有四個去那幾十年 因為他在那裡下一個劉球 劉球這個名字 今天應該可以抗爭 說他就是台灣的 剛才我們部長有在說 宜宗 宜宗 又有很多名字很討論 但是劉球應該漸漸知道的是台灣的 他就怎麼說呢 他說 我接下去沒關係 如果海外祖國 蓋遊子開始 那些劉球說 海外祖國有這麼開始 所以劉球 那時的劉球就是今天在台灣 沒想到 可以在那裡再看 原始 就是冰條所修的原始 裡面有一個外宜傳 外宜傳裡面有說的 劉球在外宜 漢堂以來十所不在 近代租方 四國不聞四起國 很清楚喔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個叫楊翔 他要去人條件可以招呼這個劉球國 海外祖國 往不成熟 海外那裡很多外宜 其實都向北京操控就對了 唯獨劉球喔 距離福建很近 但是呢 未曾規復 要不要來操控就對了 這是這個 別山政府這個請很出名 這是青條所修的名室 名室裡面有一個外國的團 外國的團裡面有一個基隆山 基隆山就是今天在台灣 那個台灣的舊稱 基隆山在澎湖與東北 故名北港 又名東方 有人說東方就是台灣的陰傳來 距離泉州很近 然後呢 這個基隆山這條裡面 他把基隆山沖那裡 條件安南就是安南 日本流球流送 全部一直去外國列傳 這有清楚 再來 你看看 他剛才說東方 對不對 東方就是只台灣 是東方的方名 那麼那個基隆山那裡 這條件說 民兵條永樂就是名城主 永樂 有一個叫做鄭和的態勤 騙你東西 各地都 曾仙孔後來獻這些精靈財寶 獨獨東方這個地方 遠避不來 不妥 台灣沒有在教我進攻就對了 鄭和很常在討厭他們 所以每一家 遺就是送 每一家就送 一個統領人家 給他們掛的阿嬤骨 把他們當作狗狗 我說 這個事情到底是屬心不屬心 有政論 但是如果是屬心 證明什麼 證明 你不是我的冷藏 所以我才要拚給你 還把我們的文字民劉獄 都當作狗狗 明朝末年 有一個叫這個 何僑遠的文人 他就這樣說 他的著作裡面也這樣說 家境差不多是十六世紀中期 始通中國 始通中國 始通中國不是作業領頭 是韓國 還有稍微來後 這個意思 再看 這個陳大壽 是乾隆時代初期的巡撫陳大壽 他就這樣說 說 台灣這個說出來 不過為日本荷蘭庭國富士之地 是日本的純荷蘭 停泊富士的地方 是中國的領頭 我們再看這個陳大壽 趙聖正 他在平台 平定台灣的紀錄裡面 他說 台灣自古不入滿途 聖主仁皇 就是康辛皇帝 命禁愛歐利斯人 等服政客帳 就是抓了政客帳 把東嶺政權滅掉 然後俊憲席 所以到了康熙時候 才把台灣納入射行政區 再來 我們再看這個 青條的豪族裡面 這個陳大壽 那個昭蓮 他也在台灣制裔裡面 這篇文章裡面說 台灣自古不通中國 這個處處都有你們看 我們再看 黃青直共圖 這裡有一個圖 這裡有文字的說明 裡面有一段 講明 台灣自古不通中國 本朝始入版圖 本朝就是清標 關鍵 才把他納入版 以前當然沒有 這都是政府 這些文年都是政府 那如果再看這個 大家會遇到一個造語 22巡早紀作則 他說台灣自古不通中國 這些處處都有 時間有關的 各位如果有處理我的 這個 拋碰的檔案 掛著桌面 你也看來看 現在這相識我就不可以講 好 我們說到這裡 拋證那些文件 你如果要感覺說 還沒有說服你 我們現在傳歷史證明 傳歷史證明 傳歷史證明 出庭 我這麼大檔 和風天也把它傳出來 來 這 原條 銀太祖主委員長 請出庭 做證明 主委員長 上任了 怎麼說 他幫發一個勝出 他說中國是一個 台灣是一個 中國 那就是小琉球 小琉球 還有一個大琉球 大琉球 就是今天這個小琉球 連到台灣是小琉球 他的 聖書裡面說 東北朝鮮國 就是他以前說 東北是朝鮮國 正東偏北是日本國 正南偏東有大琉球國跟小琉球國 這已經在說 他的靈國就對了 再來 他還特別 教教他的 驚訝 他說 這些國家 這些外國 這些靈國 如果他不把你們 提供 我們總之有提供 不能去人家 五孔厚樹子孫 以中國復強 他們一時戰功 無故生兵 將不爭主儀 儀國 明開裂 以後 他說 我現在講這 不能去跟我們打的這些國家的名字 看在後面 有十幾個 他有一個小琉球國 那當然是台灣這個名字 還沒出來 他說 我外 海外儀國 有的中國患者 如果不跟我們打 不是變成我們的外患 不可 做 不能這樣 去跟中國去跟我們打 古人爺 帝皇非九安之際 英雄來 異變之源 習近平 好好看一眼 這句太重要了 人家台灣不跟你打 那你就不一樣打 日本、韓國也都不跟你打 你不要這樣搖 你不要這樣搖 這完事 這個主委員長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得很小 來 我們現在傳一個很有名的總君 叫做神有龍 台北台灣市 幾乎都知道這個人 他在1603年的時候 1602的勸退河南 台灣 那個 平鵝 他那時候 有很多海賊 追腳 追腳 追腳到東方 就是我們剛才說 台灣 有人問 沈將軍 這個東方 不是我們的版圖 雖然那些 海賊 遭到東方 你才是在那裡 他在那裡的版圖 結果後來有一個城地 一天 一大 用賊之所懼 成非版圖 就是 東方確實不是我們的版圖 但是如果 必舉手信地 而以免娘 借口 則賊 以中無枕滅之情 雖然不是我們的 但是他去搖搖搖搖 他都會想不想 才不會搖 他又變成我們的外化 這段是不是正面台灣 所謂的東方 不是東方的領土 還有一個 陳薛一 他就說 他當時 陳友榮很厲害 如果不是有沈將軍 今天這麼偉大的功能 我們泉州人 還不知道有所謂東方這個地方 正面不是你的領土 再來我們傳電信公出場 電信公後來來打台灣 獎領台灣 他要獎領台灣以前 其實很多他的部下都反對 那不是我們的領土 朝央創傷 後來他是遂保他的領土 然後最後決定公開 他發表文告 他說本凡史字恢復 切念中心 本凡史稱自己 我要忠心復國 恐孤島之南軍 孤島就是 其他東西 所住兵的那個 那個黑門 那個地方 所以我才冒著波濤的危險 遇避布府之區 布府之區就是台灣 藏寄軍旅養匯帶水 而不是為了攀戀海外 苟延安樂 所以在明信公司也叫 台灣是一個 武府之區 是一個海外 尤其是帝城公的作證 再來 我們傳帝城公的那些 政經 這個政經雖然不太政經 可是這段話很重要 他後來 他的問題來台灣 帝城公那時候死了 他在台灣建立東聯政法 那時候把東都民進 叫做東聯 然後他的後來 他的文獻裡面 他就說 他說他在台灣 東聯借國 別利乾坤 另外利 他在天地就對了 所以這個 所謂後來被稱為 東聯政權 東聯就是一個 王國 所以 蘭國的分證 特別是英國 叫做 King of Taiwan 然後 夏威夥 都稱他的 Your Majesty 就是 立相 所以給他董這一個 王國 這個王國 當然 沒想到中國 帝城在台灣的時候 就行 我們親的 東京的 有很多 來的王國的文書 我們親要跟他招呼 要跟他招想 帝城 給他回答 東聯遠在台灣 飛機板圖之中 王侯之貴 不治所有 一英關之聖 武術祖父 我這裡 武術祖父 武術祖父 都不屬於東聯 其實 他是個獨立政權 再來 在英英後來 他幾個禮拜 東環裡面 他中有一個 我們親的 將軍叫做 佩子蘭 他跟英英這樣說 自海上用兵 以來 朝廷履下 招普之力 而義 忠不成 皆由封疆出城 使你消法 居子蘭消法登岸 彼此拒命 他說 你自從 在海 鄉民裡 就是去台灣 要揮護你那個 結果 我們這裡的 特大神行去說 我們說居子蘭 今天來消法 替法 截變 請教 我不用這樣 這大家都顧不動 其實 台灣本來就是 中國的辦公 這要 台灣本會 中國白金 又出來 我們接下來 團朱樹櫃作證 朱樹櫃是誰 朱樹櫃就是 對帝京的台灣 民調的 那個 貴族 他叫什麼 林靖王 林靖王後來 當民帝國 要殺人 你要失敗 他就快打死你去 這樣多一半怎麼辦 之後會主事主殺 他要主殺以前 然後一首詩 一首詩這樣下 堅心避海外 總位數金法 余盡數以弊 主眾英勇 雖然這首詩現在 不幸會有才華 但是他跟我們證明什麼 證明他在這裡 來到這裡 這個時候 他是盲中的海外 不是中國的人頭 有 還看我們請 也請 方便出場 康熙皇帝 在1683年 把台灣的東林王國 滅掉 但是沒有 馬上收進去 他的地方 這 黨衛 閉過我的時間 他們的 條件 還在那裡 討論 說台灣是要留下來 不要留下來 所謂的台灣 氣流之爭 在那裡 那主委長 要把台灣放棄 什麼 就是康熙皇帝 本來 康熙皇帝裡面 那段話這樣說 他說 台灣屬海外 地方 無限關心 從未 像話 事情 騷擾 台灣 東林王國這邊 對台灣 沿海 騷擾 所以 濱海居民 遜不寧日 我們才 心思 近角 即使台灣會順 以不只為 日道之缺 這個看不到人 還要認真 反應 海捷 東林這 管 如果借選自己 就像現在的憲人一樣 不是什麼黨培 台灣 正蛋丸之地 得之無所交 不得無所損 康熙這樣說 台灣之爭 是台灣蛋丸小島 不足為中國之亡 裸體文生 這個說的什麼意思 不足共手 只是浪費我們天府的預算金錢 而沒有什麼好處 我們倒不如把他們的人牽過來 把土地空下來算了 說這個話是一部世界觀 但是 不是證明台灣 不是女兒領土嗎 但是 經過 被告會 跟朝廷的爭論 最後是決定要把台灣納進去 這個主張把台灣納進去的 就是 知道誰說 我們先說 後來正式把台灣納入領土的時候 那麼第二任 康熙的兒子 不是第二任 康熙的兒子 雍正一樣 後來就說 他說 台灣地方自服不屬東 我黃考略勝成為取入領土 本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 我老婆特別厲害 所以晚上納入領土來 這個後來是怎麼納入領土 就是很重要這個師郎 師郎 後來來泡 來泡 來泡 來 來消滅東 香港 他實際上都在他的文言裡 他也這麼說 台灣遠在海邊 海外就叫 西皆土飯 以前都是原住民 流民雜主 未有所屬 這很清楚 這很清楚 來 這個師郎還有這個文言 這是剛才我們說的台灣汽油論 爭論裡面 台灣一地原屬化外 土方雜主未入頒 然後 然後 此地 此地自天地開闢以來 未入頒 今人民既歸天長 君屬宿子 所以 台灣建設被納入 中國的政權 的統合之下 就是因為 由這個康星開始 這個 這個 我們再來傳一個人 叫做玉永河 玉永河的是什麼人呢 在康星的 訪定台灣 老王府 十幾年來過台灣 他來 他是一個遊歷家人 來採這個流氓 後來回去寫了一部書 很有名 叫做《皮海濟友》 因為《皮海濟友》裡面 他有說一句話 台灣遠在東 台灣 是洪荒慶慶慶 慧文以中國通一義之共有 是即使有思考在通 但是沒有通人 所以玉永河也說得很重要 我們再傳黃淑賢 這個更重要 黃淑賢是 我們親通在台灣 第一個派來台灣的 尋的 這個 譯使 譯使 那一部 這個名字 那個《台海視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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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是康熙 歸漢 才納入漫步 從洋絕導 直方不济 書無文獻 足以討信 好 我們再傳姚影 姚影是什麼 是因為 我們親通在台灣 140年後的一個 台灣道的道台 那是台灣首屋 福建市 不見是台灣道 台灣道的最高 首長 這個道台 這個動作的道台 就是搖營 台灣入籍140年 你入什麼籍 就是被滿清納入 他的流土裡面 他在這個 埔里社記錄裡面 告訴你 台灣本海外島移 軍兵中國 自正式驅逐批增史 才開始堪皮 堪皮一個荒野的地方 入籍時 入籍就進入滿清的統治之後 當時也只有三個縣 半縣以北 半縣的名字是彰化 彰化以北 康熙之夢 在康熙的末年 由方圖野 還是原住民的地區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在講這些話 是已經140年了 18世紀 20年代的時候 萬千真的統治 就跟中華 中華一百塊都不及統治的素材 那統治不會中就對了 所以更 以前更不是中國的領土 好 我們再看 看到以前這樣 雖然有人複雞了 但是沒有複雞的人 你覺得台灣是軍兵高的一部分 這些政府不夠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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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輸你了 如果這樣請問 國民黨和國民黨 是怎樣你的課本 或是你的電視台 叫台灣政府 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你是軍兵什麼 軍兵什麼 軍兵什麼 我們總部長跟我們講過 就是那個 三國自然在無書 胡書 胡書在那裡有一段話 那段話就是在說 就是孫權也好孫權 黃榮二年正月春馬 且將軍、未溫、諸葛直 將、賈士、萬人 浮海求宜州及膽州 我的派兵啦 出海 要去求宜州跟膽州 後邊攔了 一直在說膽州的事情 我們要看出這個膽州就是在說日本 這個宜州 很多人說宜州就是台灣 其實先不管 他們這種的公領告白說 可以得宜州數千人還 所以這個宜州是台灣 你得宜州人數千人 你走回去 怎麼會這樣 你人都把他抓走 為什麼那個土地是你的 這個頭髮很奇怪 更何況宜州是不是台灣 剛才我們都不知道 欸 在講什麼 有得真 有得真 再來 臉爺 他們臉爺的金庫 剛才東部長也說過 但是根據隨書 東以列傳 說隨陽帝 曾經派了一個叫做出寬的將軍 入海 就出海了 到琉球國 這個琉球國 我的認定是說台灣沒有不對 但是呢 這個說實在言不通 兩節人回去 明年 皇帝右派朱寬 衛輔子 衛輔子是比較好聽 其實就來看 琉球不從 就是台灣不服從 寬 朱寬取其不假而還 拿人的東西 拿人的軍備 回去 再兩年後 皇帝右派 這個將軍叫做陳冷 還有另外這個 叫做張正宗 率兵從義安 朝州 又出海集資 來攻擊 琉球 琉球不從 拒逆官兵 拒絕迎接官軍 就對了 陳冷 就急走之 盡視其都 屏葬接敗 奮行攻勢 魯其南 男女是尖人 想處理 最要說 在軍事而還 智耳遂決 從這個之後開始 就斷絕了 你是要證明 你證明說 你是你的領土 你都斷絕了 所以剛才說 國語中說 你說這個 你說這個 中間幾百年又空白 講不出東西來 就是這樣 所以 過去 國民黨的課問 跟我們說 三國 是我們 中國的 已經在精略台灣 就是這樣 這是什麼觀念 你精略台灣 結果 你沒有統俠 任何一個地方 所以這當然 郭北斗 這個 所以讓你來 台北 大概在今天 什麼地方 這個名字 郭婷怡 他是我的老師的老師 甚至我的師公 就對了 他說 這是我們先人 經歷台灣的 一大戰爭 也是一場苦逗 這個 地方差不多 在今天這個 台北K 他當時 還抓我們 那個 酋長和兒子 都抓一張毫 然後說 這是我們先人 經歷台灣的 一大戰爭 是一場苦逗 你如果 苦逗你不要來 你來給我們 吞到 二層張毫 說這是你們先人的苦逗 我們這些 我們自民 給你排 給你吞到 我不是那些三文 亂家送就對了 所以 你看 這就是立足點的問題 這剛才 沒多 沒多說 你的議長 是站在哪裡 你站在哪裡 就來給我們打 公司我們的苦逗 我們給你打的人 就不苦逗 說到這裡 我們回顧歷史 台灣真正去由 中原政官通敵的開始 就像我剛才說 1680 完全以後 超級 從來滿痛苦的 但是如果你看 中國的事 中國真正通敵過 今天這個表現的 北朝鮮 平朗 在北朝鮮 在秦 在漢 的時候 都是會念頭 所以 比漢朝 統治 朝鮮半島 台灣 去由 中國的政官通敵的時間 比較低 我們 完全的 那個 時代 漢 這個條線 去由中國的政官通敵的時間 在台灣比較高 你要不要收復朝鮮 你看 完全 中國雖然平分台灣 但是 這個上平分 跟台灣 動作於 建設的冷凍 你說 叫他 哪裏的冷凍 又沒有動作 建設的冷凍 他還有很多 所謂 風山進海 所以 一直到1875年 就是 他通在 台灣最后 那20年 他全面開放 他全面開放 中間 190年 甚至頭前的一百年 是 洋家 禁止他的靈魂 來的 要來台灣 來的 要來台灣 新潛 如果新潛的肺 讓他來 讓他更冷心 單身前 不得 世家代住 所以 台灣被 中國政權 統治的時候 還是要這麼一個特殊的地方 更何況 那麼長的時間 不曾經被你統治過 一直到什麼 一直到1895年 他日本 有一個調整的問題 爬起來 後來掛台灣 點媽罐 調用 所以永久割讓 永久割讓 你看後來 中華民國 民國15年的時候 他們的UQ 這個UQ 他們也認為 台灣不是中國的民主 所以他的中華民國 其實早就介意了 但是 台灣這個所在 不化在領土裡面 不化在領土裡面 這 他應該自己這樣 很清楚 好 我們現在 是乾脆說 先發講 如果這樣 足夠 台灣夫婦 不受共同 一直到 你中華民國生命了 你也還沒有任何台灣人 你的所得 但是後來 為什麼變成 你現在變成 中國的領土 我們就進入 二次戰後 台灣的歸屬問題 這個歸屬問題 其實 今天已經變成常識了 已經變成台灣史的常識 1945年8月15號以後 號稱光復 10月28號稱光復 那當時 他已經把老婆 就在慶祝台灣光復了 就在歡迎 中國的 中華民國 但是 你說慶祝光復 怎麼不承認 台灣是中國人 那當時 我不對 那當時大家慶祝光復 我告訴他 我一天 兩次說過 大部分人都沒有懷疑 大家 差不多一位 抗命 國政府人以前 要搞鼓勵 之外 包括你憲動 包括擔憶 包括你無聲音 台市都說 要輕鬆說 包括 印花台灣人民 台灣的這些屬心 體制民主 國民黨 國民黨 政府 包括美國 全世界 其實 覺得說 台灣 就是要 這樣 要交換 中華民國 為什麼 開了選舉 那時候 其實不是選舉 開了二會 裡面 有你說 你說的時候 這個 民國的發言 說 這要不 尤其日本 重要 你要怎麼回 那個防禦灘 那時候 就是議員 老大 當然就是 結束 正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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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民說 這樣就是恐慌 誰說 遲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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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選舉 那時候 開了選舉 說好 說 台灣 規範 中華 平行說 確實會這樣 我問過 平道前 你問 事實上 當時是這樣 但是 兩三年後 情況改變 一年半後 禮拜十五天 我問我 我給你統治 是變成這樣 還算是 國民黨政府 在中國 騰騰 就是說 我還沒空 日本 聯調佑 國民黨政府 就有在中國 中華美國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 我們還在說 日本向什麼人 日本那時候 他向聯軍 那個聯軍 就是 直接做一個聯合國 所以 中戰 本的投降 不是單獨 向中華美國投降 是向聯合國 盟軍投降 盟軍統帥 當時 他就 下令 下令 在中國 台灣 與越南 北圍16度 以北地區的 日本全部入海空軍 應該向 中國戰軍 最高統帥 叫蔣介石將軍投降 本來的台灣 不是屬於 漸漸強的 中國戰區 但是他現在 民軍最高統帥 他就下令 你們這裡 一軍 一軍 一軍的 五軍 全無向外面軍的 中國戰區 就是蔣介石將軍投降 是這樣 所以 這是一個 蔣介石的軍事 這麼看 你要看 你當時的祥蘇 日本帝國政府 及日本帝國大本林 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 無條件投降 他不是單獨 向中華民國投降 中華民國基本就是 受委託 受民軍的委託 代表民軍來接送投降 所以這個祥蘇的後面 這都是蔣介石的派和英卿 派和英卿代表 代表是他在看這麼熱鬧 和英卿是代表 不是代表單獨 共華民國 代表中華民國 美利堅合眾國 大部分聯合國就是一國 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和蘇聯 並未對日作戰至其他聯合國的利益 接受很祥蘇 這一直單獨 是中華民國的 所以代表 和英卿他還在選派單獨 來台灣 接受 接管台灣 所以你看這張堂很寫意 這是1945年 建政結束 10月7月 在這個地方是今天中山大 這東西叫做光輝燈 在那裡 先要慶祝 那個叫做雙十節開始 今天是雙十節的照片 我就想要記住 雙十節為什麼要掛四個國旗 因為那東西 中華民國要給正式成為 剛才台灣才不會成為正式中華民國聯合 所以是要掛出四個國旗 因為他再三個兩次後 這個地方就是要做壽祥典禮 所以掛出四個國旗 英國 中華民國 美國跟蘇俄 四個國 所以 當10月25號 壽祥典禮也是一個盟軍代表席 接管台灣 但是沒有確定領土到底要貴死 幾個世 還沒有確定 雖然心理明白 大家會有默契 最後合約會交給中華民國 這個老實講 那個是有的 是默契 但是畢竟還是要真正的 對日合約簽訂 在裡面規定基礎才算 對吧 誰知道說 哇 要對日合約還來不及簽 結果1949年 中華民國消失了 跑到台灣來了 跑往到台灣來了 所以1949年那一年 這個蔣政權在中國大陸已經風雨飄搖 大家說啊 現在就糟糕了 所以麥克阿瑟說了 王軍統帥麥克阿瑟怎麼說 他說台灣現在還不是中國正式的領土 因此南京垮台之後 中共不能進入台灣 美國將協助台灣人獨立 並將提交聯合國決定 然後麥克阿瑟也警告共產黨 同樣那一天 美國警告共產黨 盟軍總部對台灣仍有任務 所以南京政府你可以簽廣州 不能簽台灣 所以就在這一點 國民黨就在走路這一點 南京政府後來就簽哪裡 就知道簽廣州 簽廣州 哇 廣州也沒錢 再簽 廣北簽到重慶來 台灣比較近 他沒有台灣 他就說我不能去台灣 之後 往北簽重慶 最後重慶又威脅怎麼辦 不去台灣 沒辦法 我以前我的國民 一定會給他擔性命來台灣 所以最後才簽台灣 但是那就是有何處理呢 擔性在台灣 他看他給他就說 他跟蔣介石建議說趕快簽來台灣 我們這裡做為一個反共基地 結果蔣介石怎麼回答呢 他說台灣在對日合約未成立之前 不過為我國一托管地帶性主 何能名言為剿共 最後之堡壘於民主復興之基地 好 就應該先說給我 整個話都沒什麼愛心 這句話我很相信 這句話說得好 他這樣看 他這句話說得很清楚 這知道國籍的國籍觀點是這樣嗎 最後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他就拿來 他本來國籍就要來這裡 來這裡我說 什麼事會高如 來替台灣的時候 那一年 1949年下半年 美國店看說 這個儘管是扶不起的阿董 準備要把他放棄 所以就驚討 所以對華白皮書立刻選出來 準備要放棄在貪污腐敗的蔣介石 他說那時候 就那時候也很討厭 怎麼辦 反正沒辦法 就在半年之後 寒戰爆發 哇 寒戰一爆發 雖然七十幾個人很可憐 但是急著蔣介石 英國拉法也說 哇 在安前爆發之後 派一個人民解放軍 要進入北韓的朝鮮 然後南下直逼 他去抗美援朝 這時候 杜魯門比較開心 這樣不行 台灣不行交給中國 只好重新解釋 我們本來大家都有默契 要交還中華民國 你現在的中華民國剛才逃到台灣 我重新解釋 重新解釋裡面 這個我們現在講的叫做杜魯門宣言 杜魯門宣言裡面有一段話很重要 從此次北韓攻擊南韓的戰爭行動 可以明白看出共產主義者 不只是進行破壞行動 更居然速出武力 在此情況下 台灣若落入共產主義的手中 將直接影響到太平洋區域的安全 因此我已下令地基艦隊 防止任何對台灣的武力攻擊 另一方面 我也對台灣的中國政府 就是蔣介石政府 呼籲停止向中國本土全面的海空作戰行動 這句key sentence 台灣將來的地位 必須等到太平洋的安全恢復 以及對日的和平條約成立後 或者聯合國予以考慮才能確定 這段話就是我們阿倫所說的 台灣地位一定論 這個貴賓 所以人派第七艦隊 我們常說協法台灣 他才不是協法台灣 他是要把你台灣的蔣政權 跟中國的共產黨 隔開你們不要打 你不要打 我朝鮮好好處理 他是要這樣 所以你有隔開 整治台灣的地位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沒有權利 沒有權利 所以然後呢 有了這個所謂的 台灣地位一定論的宣言 渡了你們的宣言之後呢 這次條約總要簽啊 所以就是1950年 要1951年 50年是韓戰爆發 隔年是51年9月8號 就在舊金山當時有48個國家盟國 跟日本清廳對日和約 二次大戰才算在法理上 才算正式結束 這個舊金山合約裡面 跟台灣無關的 最重要的是這個 就是日本應該放棄 對台灣的 對台灣朋友 就是放棄台灣的主權 放棄之後呢 然後台灣交給誰 不講 不跟你講 就不講 你就要放棄就對了 交給誰 你不跟你講 為什麼 現在在48國裡面 沒有中華民國 因為這個時候 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 已經滅亡 逃到台灣來 然後呢 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邀請他來 沒有邀請他來對日和約 這個 所以當時對日和約裡面 都沒有兩個政權 不管是出國產黨政權 還是獎金是政權 都沒有參加對日和約 那怎麼辦 然後就在隔年 立定一個中日和約 在台北 逃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 跟日本單獨簽了一個 對日和約 所以有人解釋說 這個在台北的和約 就簡稱台北和約 它是 舊金山和約的一個延續 不足舊金山和約的缺口 這樣說 這個也有趣 但是這個在台北 對日和約裡面 裡面有一段 這樣表明 你說雙方言明 本約各條款 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 應適用於現在 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 或將來在其控制之下 之全部民土 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條文 所以有些人解釋 從逃到中國 的中華民國 逃到台灣來之後 的中華民國 他是另外一個 一個開始 不是原來的中華民國 根據這些 中日和約的 像林滿宏 我們叫做國內共 所以我認為 這樣的講法 變成一種滑毒的一個開始 好 那不管他 那蔣介石 我們看 所以我們回顧整個歷史 中華民國跟台灣的關係 我們就發現 本來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 到1945年 他們認定的範圍 他們認定 在國民黨的憲法中所 的概念 是這個範圍 其實這個中間的歷史很複雜 有一大堆就是 歷史分裂 或者憶力的一種政權 都有 我們不管他 他們過去常常講的 1912年到1945年的 中華民國是這樣 請問有沒有台灣 沒有 為什麼沒有台灣 還聽台灣是日本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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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當然沒有台灣 剛才我們看到YouTube的一樣 也是這樣沒有台灣 好 可是 中華民國在1945年 掛名叫中華民國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中華民國消失了 所以蔣介石 蔣介石其實也有道理 蔣介石在1950年 他重新復出馬 他去人家復刑是不是 3月15、13號 他明明三 因為我們的中華民國 到去年 終究隨大陸文獻 而以滅亡了 我們今天已成為王國之民 蔣介石這段話 我也非常同意 他講得很明白 所以我們如果把前面那兩張圖 並起來看的話 要很注意 這是原來1912 到1945 這是1949之後的中華民國 全世界大概很少有這種case吧 名稱多少人的 中華民國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的國號 是從這裡消失的 來 這個地方所插的國旗 是這個地方製作出來的 在這裡插 這個地方所實行的憲法 是從這裡制定出來的 來這裡實行 其實也沒有實行 後來才開始實行 但是中國修改 這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不管如何 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完全沒有權利 擁有台灣主權 從歷史的發展看 從歷史的事實看 他是說戰後國際法的觀點看 中華人民說 我不會 我可能有權利擁有台灣 是不是這樣 這樣 如果這樣說 今天這個台灣地位 到底定還沒有定 剛才說 我剛才說 我們是一個正常國家 還是不是正常國家 我們有國會 民選的國會 我們有民選的總統 我們有民選的各級議員 我們有獨立的海關 我們有獨立的貨幣 你怎麼會不是一個國家 這很奇怪 怎麼會未定 就是從剛才這樣看的話 對日和約料 台灣沒有交給誰 沒有講清楚 可是我們又發現說 可是事實上 經過這幾十年 在台灣的發展 既然有發展出這樣 自己的貨幣 自己的國會 自己的總統等等等等 你當然是一個國家 那就等什麼 等台灣人民自己要不要認定 你自己要認定 你若要一個人說 我是一個國家 那個民選出來 你自然而然 你定位就定 萬一你還解釋說 台灣因為未定 那就趕快定啊 怎麼定 公民投票就可以定啊 就很簡單 所以你若要認定說 還未定 OK 那就趕快定 那如果認定我們這個現實的話 那就已定 那剩下什麼 剩下憲法跟國民嘛 那其實憲法已經一直收收了六七次了 那後來就說 我們經過這幾次的憲法之後 我們在台灣中華民國已經跟原來的不一樣 所以1999年 年底部還要一直 那後來最後一任就就說 他說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意思說 台灣跟你們對方的中國呢 其實是一個國以國 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嘛 這也是一種鼓勵宣言 剩下就是國民而已 國和民 國和民 國和民在處理 有些人就沒辦法 說這句話 有些人就沒辦法 說這句話 有些人跟中華人說 不可以有中華人 一定要跟台灣而已 那一陣就很柔軟 那一陣就很聰明 那1960年 1970年 71年吧 他一上書給蔣介石 就是 舊王圖存憲意 第一陣就說 請立刻更改國號 國號叫什麼 保留中華加入台灣 叫做中華台灣民主國 我們是要建立中國民主黨的雷震 那一陣就跟他講 外長年才變成台語 為什麼 就是環境問題 地球民主他知道要怎麼變化 所以我們今天的問題 最出在這裡 所以我今天 因為歷史又到現實 要引起這個討論 台灣怎麼變化 最後我準備打幾本書 這是我的社會 這是單單的入門書 最近就是我的回憶錄 我的回憶錄 其實背後就是台灣政治史 背後就是台灣政治史 我背後就是台灣政治史 我們還有一個時間 我看了很多人 已經都睡得很熟 自己去吃飯了 所以我就說到這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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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鳳老師 很精彩的演講 最好還有拍一個功課 我們今天在一起 就是今年的專題演講 學步 我們今晚開始 這個中午的時間 我們有準備這個便當 請大家在外套出揚 我相信小鳳老師 其實已經退休了 在一起 不管是 我們還有很多地方 在做這個演講 對這個 我們台灣書的教友 是共同比上的 我們今天 今年的演講 結束了 我們也會準備 做這個 製作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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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上 我們想要再聽一次 我們再繼續 來看這個 命名 好 我們今天在 栽培兩集 感謝介紹 我們最後 我們再來 跟小鳳老師 來拍攝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我給你一個 不好意思 謝謝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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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聊 我們通訊息會說 大家的便當在外面可以清理哪裏的餐券去領那個便當 外面那個座郎不可以吃便當 但是裡面可以吃便當 戶外也可以吃便當